你们看到是在莉莉酒店里面的 它的顶楼 顶楼这边是可以晚上是有Pub 然后是有露天的感觉可以坐在这边 那现在是因为还没开始 再加上这两天都下雨 所以呢先用这个保护把它保护起来 免得这个沙发去淋到雨了 那这边来讲呢 除了有这个吧台啊 还有户外的座位区以外的话呢 它后面呢还有包厢唱歌的 如果想高歌一曲的话 它里面这边最小的包厢呢 是18个18个位置的人 它里面很大耶 真的很大哦 重点是收费很便宜 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他们最小的哦 已经是最小的包厢 收费很便宜 他们说15个人的1800起跳 1800是小包厢而已哦 还有大的 然后最框最大的还可以一台游览车 所以如果爱唱歌来这边真的是很划算 除了欣赏美景以外呢 还可以来高歌一曲哦 那不想高歌自己唱歌花钱的 就来这边听音乐 然后来这边喝个小酒 来这边聊天 如果是要坐下来的话 就是要付费的 因为这边可以看海 可以看到这样景观很漂亮哦 那前面还可以看到都然山哦 那可以绕一圈 那如果说你是有坐下来的 才要另外收费 有低消 如果你不是要坐下来的话 你是来看风景 可以 不用钱的 只要是房客 如果你不是要坐下来就不用收费 坐下来才要收费哦 好这边可以 那有时候他们会请人家来演唱 就在这边 好 这样子在顶楼 看这个风景很漂亮 晚上的夜景又不同哦 我再跟你们分享晚上的夜景 那前方的话就可以看到海岸线哦 看得到哦 那这边的话呢 走过来这边的话是看山景的 还可以看一下都然山哦 看一下这边 听着音乐 晚上喝个小酒 真的很舒服 前面看到的是 可以看到都然山 超漂亮的吧 来这边呢 就是这种感觉 夏天的时候呢 吹着这个风 凉凉的 一个小酒 听听音乐 真的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如果沙发拔起来的时候 这边真的很好拍很漂亮的 好介绍给你们哦 晚上的时候 喝小酒的地方顶楼啰 我听着呢 都是小酒的 我听着看 我听着说